此外,美亚奇音中心AACI也在22号举办了新年长者餐会 邀请了南湾140位长者与家属共同庆祝农历新年 美亚奇音中心成立于1973年 是圣塔克拉拉县最大的老人社区服务团体 这次活动除了招待老人家新年聚餐以外 也同时感谢医工们对Moore Park老人中心40年来的支持 AACI也将在今年秋天正式举办Moore Park老人中心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 我们AACI AACI已经在湾区43周年了 我们的AACI还有定期的凉血压 还有出外旅行健康讲座 还有我们的医生会过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一些专题的讲座 感谢您的收看,谢谢再会